前线快报一开始 马上带您来关心的是头条焦点了 AI巨头挥达执行长黄仁勋周三的时候 就在旧金山举行的高盛会议上发表谈话 来向投资人信心喊话 他指出了晶片需求强劲 将于第四级出货 但是供应涌现 无法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 黄仁勋也再次提及到台积电的晶片制造实力 领先全球 利多消息似乎淡化了市场的疑虑 激励挥达周三股价进阳超过8%的表现 台积电ADR同步上涨了4.8% 台湾供应链也是全面的备战 准备来迎接AI的出货网集 AI浪潮席卷全球 被视为AI关键推动者的 贵达执行长黄仁勋 在旧金山高盛技术会议上发表谈话 Blackwell晶片状况为全场焦点 当Blackwell的需求非常大 我们的购乱的购乱 是为人们的感情 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购乱 它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竞争 所以今天我们可能会有更多感情的购乱 比较购乱 我们的购乱在我们的购乱 华人勋指出每家公司都想成为第一 AI晶片Blackwell需求强劲 硬体生产外包正在全面赶工当中 将于第四季出货并扩大规模 AI教父信心喊话 激励挥达周三股价大涨8.15%至116.91美元 今年至今股价价上涨超过一倍 华人勋也再次盛赞台积电的重要性 让台积电ADR同步进阳4.8% 我们在台积电ADR同步进阳4.8% 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 而它是世界上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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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并且上升了 Koosk的能力和能力 来回应我们的需要 真是超级的 所以我们使用它因为它很棒 但如果必须 当然我们可以带到其他人 尽管华人勋透露 如果有必要可以将AI晶片生产外包给其他公司 不过若晶圆代工订单转移 恐怕导致晶片品质降低 坦言辉达仍然相当依赖台积电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新闻网站报道 美国正在考虑允许回答 向沙烏地阿拉伯出口AI先进晶片 有助沙国运行强大的AI模型 我们整体台湾的供电 从中端的ODMO驗场 然后还有模组板卡场 甚至通讯厂到最上游的台积电的晶圆代工 这个地方都是持续的备战 然后持续的 产能满载的状况 美国政府允许在沙烏地阿拉伯这些国家 出汇达的晶片的话 对汇达的影响 就是财务上面的影响会持续的好上更好 汇达并未回应相关消息 黄仁勋认为地缘政治不确定性 是营运挑战与变数 但向投资人喊话科技界最抢手产品 Blackwell需求强劲 力拼生产 带动台股 AI概念股一片亮红 为市场注入一计 强新增 记者曹云淳传播成台北采访报导 台股今天上演了大反攻 由全网台积电冷军 再次上演的是苗田席 中场上涨了4.8% 收在940块钱 电子全职股顺势走高 红海联发科上涨了4% AI族群更是涨势如虹 高价股也都表现亮眼 维影冲上了涨停板 收在了1815元 国王信华世新KY大涨超过半根停板 加全指数受到激励中场上涨622点 创下了史上第四大的涨点记录 收在的是21653点 一举突破了5日线跟10日线 成交金额则是来到了3080亿元 陆国神山台积电再发威 由于会答执行长黄仁勋前一日表示 相当仰赖台积电的技术 为AI族群带来利多消息 激励12日储席4元的台积电 以936元开出 再度上演苗田席 创下16次储席当日就有田席的记录 台积电基本上 它基本上真的是非常好 只不过说因为前一段时间外资加码 碰到股灾之后 这段时间有稍微有点偏保守 特别提到说今年外资加码台积电 曾经达到2000多亿台币 现在到目前为止是减码了380亿 代表说台积电的基本面那么好 外资接下来还是有回头加码的空间 所以看起来台积电应该有机会回到1000块钱 旁边上电子全职股明显回神 鸿海联发科纷纷走高 高价股一片红通通 AI族群表现亮眼 台达电广达尾影向上表态 电子族群的一个领军之下 量能扩增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迹象 其实散布到其他的族群都有一些表现 包含在传产金融 其实都会有一些整个上工的力道出现 所以假设说我们量能可以从3500亿 慢慢回升到4000亿以上 我觉得有机会在11分再次看到一个百花齐放这样的状况出现 专家认为台股仍然处于整理的格局 然而震荡的走势正渐渐进入尾声 美国降息之后有望为股市带来利多 加上AI族群始终是主流趋势 如果外资持续回头加码 未来仍有机会继续反弹 记者有链出文杰台北采访报道 会试方面周三美元对日元汇率 践上了140元大关 日元的汇价创下了今年以来的新高之后 目前回到142附近 日央也是再度放鹰 强调必须要在明年底之前将利率提高到至少1% 这是日本央行决策成员首次公开利率目标 对此专家认为140是日元对美元汇率的一个关键多空点位 短线上的日元的走势 还是会受到美元影响 甜甜价的日元以后还换得到吗 周三日元对美元汇率写下今年以来的最高价之后 周四稍作休息 回顾今年日元对美元的走势 年初时同样来到140元的高点之后震荡走扁 专家指出 短线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能否突破140元 将会决定后续的升值力道 并且美元与日元的汇率相对关系 仍然很大 我觉得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多空点 因为它近期大概都在140到150之间震荡 那你可以说如果突破140再往下走 那日币会有一段技术面的升值力道表现 短线上可能还是以美元本身的强弱来决定日币的趋势 根据彭博报导指出 日央官员认为没有必要在下周升息 不过周四另一位日央官员再度放音 必须在年底之前将利率提高到至少1% 更进一步指出必须在2025年年底左右 把利率提高到对经济中立的水准 目前市场频频猜测日本央行升息的时机点 同时大摩也示警若日元走强 套利交易的风暴恐怕再次上演 专家则是认为近期日央不断向市场放出信号 就是避免再度突袭式升息 造成如7月11般的市场动荡 日本其实它有很严重的这个债务问题 那再加上它非常依赖出口 所以说它的这个利率正常化可能不能过度照进 那我现在看起来比较有可能是明年年初 可能会做一些升息的动作 专家认为评估日本经济体质 日央大几率会放慢升息的步调 但是由于联准会大幅降息的几率不高 就算日央升息之后 美日利差仍然很大 在美元弱势之下 日元能否维持强势 仍然要综合日本各项经济指标来判断 记者赖北京严年凯台北采访报道 离台北仅一桥之隔的新北第一环 现在也都几乎蛋黄化 越来越多行政区房价的天花板 逼近了三位数 施加登陆显示了三重三河路三段的预售案 单价来到了每平98.1万元 创下了区域史上新高 要跟永和新店人口争抢的世纪板桥之后 新北第二个百万房价的行政区行列 新北四三重区只差临门一角就踏入百万俱乐部了 位在三河路三段这间预售案 顶楼层13楼户平数仅16平 但成交总价来到1545万元 扣除车位之后 每平单价高达98.1万元 创下区域史上新高 也是三重首建九字头交易 近期更疯传三重离单价百万元只差一步 方仲分析 因为三重与北市井一桥之隔 临近捷运三重国小站 生活交通竟能成熟 且本身属于小评书物件 都因此充高成交单价 至于这次这个新案呢 它其实临近知名的人意重化区 那这个区域来说 其实蛮多的新案 都已经拉抬这个区域升价 如果具备一些景观的功能 或是具备一些捷运的机能 或是一些在这个居住氛围上面 相对之下比较单纯跟干净 而有别于旧市区的状况来说的话 它们都会有利于 它未来房价的发展 目前新北市板桥区 单价已突破百万 而下一个破百的行政区 在哪里也备受关注 专家就点名 永和新店三重领口最有可能 目前都已经出现 单价九字头的记录 如果说是新北市 有一些近来还不错的地带 它可能享有一些生活的宜居性 乃至于它有一些名气 甚至它已经是一些高价的聚落 可能就会有价码上面超越台北市的情况 预售案价格创新高也带动房市三税表现 土增税 汽税 个人合一税等房市三税 八月税收都呈现年增格局 其中房地合一税八月 十增新台币71.5亿元 创历年同月新高 年增高达八成二 创十三红记录 不难看出今年售屋的屋主 房价增值可观 也缴纳了高额的房地合一税 不过仲介业者发现 房市涨幅已经逐渐趋缓 在政府打炒房 供料双掌等议题 都已经让业者放慢扩张脚步 记者唐嘉宜 方绍晨 台北苍报导